北京时间8月29日,美国媒体Clutch Points消息报道,由他爵士官方宣布,签下自由球员后卫特雷刘易斯。 在爵士官方宣布签约之后,球队核心多诺万米切尔变发布推特辰,终于可以调回自己的固执皮带了。 据悉刘易斯是2017年的落选秀,而此前刘易斯和米切尔就读于同一所大学,路易斯维尔大学,当时两人在球队的关系非常不错,同为球队的后场搭档。 在过去的拉斯维加斯下纪连赛中,刘易斯为爵士出战四场比赛,场经可以拿下9分3个篮板2.3次助攻。 虽然刘易斯作为米切尔的师兄,但二人在2017年选秀大会,中的命运却截然不同。 米切尔一首轮第13岁内进入爵士,并在新秀赛季变坎下,20.5分3.7个篮板3.7次助攻,1.4次强断的数据,成为球队的新核心。 而刘易斯在落选之后前往法国联赛效力,场军贡献17.2分3.2个篮板3.9次助攻,紧接着便前往德国联赛效力,场军贡献11.6分,1.6个篮板2.1次助攻。 而灰熊方面,球队官方宣布,才调2017年的落选秀科比西蒙斯,在过去效力灰熊的一个赛季中,西蒙斯为灰熊出战32场比赛,场军可以拿下6.1分1.6个篮板2.1次助攻,在灰熊上并满赢的阵容,终寻找到了一些机会。 此外,西蒙斯在被下榜至发展联盟效力,期间,场军可以拿下15.1分2.7个篮板3.9次助攻,以次抢断。 如今在被灰熊裁掉的情况下,西蒙斯还是寻找到另外一份NBA合约。